好啦 難得來了一個正妹獎者 可愛一個正 這樣子 我們叫Jane Jane目前是台大王 目前後面也就是PHP學生 那他今天要講的主題主要是跟 藝術 藝術跟科技的結合 那還有一些那個UI的設計概念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就 就要開始Jane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解決了點緊張 沒關係 那我們就掌聲鼓勵一下 歡迎檢聯 好 哈囉 沒有聲音 哈囉 你也知道嗎 唉 不好意思 不知道 大家好 我是Jane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Open Groundwork 在魔法上的一些應用 那 嗯 對 我真的有點緊張 好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張圖其實就是我現在的狀態 非常晃空 然後 然後 腦袋就是一片叩白 如果等一下都會想從 我就請大家包涵一下 那 嗯 先 來 講一下為什麼我站在這裡 然後 然後 其實 其實 這件事情要追溯 一年前 八月十五 十五號 那 我參加完去年的Costcard 然後 就非常的感動 然後就在臉部上 把我一個人哭說 希望 讓 2001年能夠給一個talk 然後我當時也沒想很多 就把我哭 然後就一堆的朋友 在那邊dancing 然後 我當時也沒想一個反正 就是把我買 也不知道 就有人拍到神鎮 然後我自己 對 然後到 不知不覺的一年過了 然後就今年到 然後就很容易要不要投稿 然後為了不要讓我變成小豬 所以我就投稿了 然後也上了 所以 嗯 我今天要回來分享的這個題目 其實是 嗯 最近我正在使用 Open Framework 做一個 魔法上的一個 就是 藝術的雙手作 那 我用了以後 我覺得很 很驚豔 然後 其實我就想要 這麼樣考慮一個工具 想要分享給大家 那 嗯 Open Framework 到底可以做什麼 其實它可以做 很多很多的事情 它其實是 嗯 可能 嗯 學 就是大寫程式的意思 可能對於這個文文 不怎麼熟悉 可是其實在科技領域上面 這個文文其實是還滿 popular的 那其實它一開始是從就是 就是 Always 就是 desktop 就是 PC 上面的一個創作 然後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大家就是常常會用一些 就是 graphical啊 然後什麼就是 就是一些比較 嗯 畫圖啊 圖像式的音式的創作 會用這樣的一個 朋友 然後可以大家想到 像這個 這個 這個作品 它其實是在一個 就是 音樂會 然後 嗯 音樂 播放的時候 其實後面的影像 是會隨著音樂做動態 及時的改變 然後這些圖像 他們全部都是 我們本人有即時用程式運算出來的 然後 嗯 那 因為今天主題其實是 mobile 因為我們最近 就是比較 嗯 用這個主題 去開發一些 iPad上 還有iPhone上的一些 App 所以就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 這個 嗯 框架其實大家也用了 做了很多 就是非常 嗯 amazing 的一些 work 像我最喜歡的是 這個 work 它其實是 一個 iPad 它 利用iPad 2 然後它的 CAMELA 去照 就是 就是用CAMELA的 嗯 用被 用CAMELA去 嗯 照相 照相去錄影 然後你可以用手 去 嗯 即時的去 抹那個螢幕 然後讓它很像是 水墨畫 或者是很像是 在快速的 嗯 速寫的方式去把 整個你想要去 畫出來的東西 給描繪出來 真的 然後我非常喜歡這個 我覺得大家可以上網去找一下 就是它的影片 是非常的 amazing 然後可以想說 這樣的框架 其實是 可以讓你去 create 出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多 amazing 的一些 work 所以我就非常的興奮 然後 所以我也接受這個 這個框架 然後使用的結果是 就覺得 非常的開心 然後在這裡分享給大家 那什麼到底是 Open Front Wall 呢 那它其實是一個 Open Source 是一家家的 toolkit 然後專門是設計給 設計師 藝術家 其實開發者也是 都可以很歡迎大家使用的 然後它很特別的是 它 點出了一個叫做 Created Coady 這個名詞 然後 因為這個框架 非常地容易使用 所以容易使用到 不同程式的設計師 或者藝術家 都可以很容易地上手 然後去創造 像剛剛上一頁 那麼多 非常棒的一些作品 所以 好 繼續 那什麼是 Created Coding 其實寫程式 不只是寫一些應用程式 其實它其實在那個 約翰前天 約翰前天是寫那個 《簡單法國》的那個作者 然後它其實 就提出了 Created Coding 到底是什麼 他說其實 Computer Technology 不是一個做我 它其實是一個 表達自我的 一個新的 material 所以其實 我們可以用程式去 把自己的 腦海裡的一些 這些 idea 去實現出來 也可以就是 什麼什麼 就很像是把程式 當作畫布一樣 想什麼 就把它畫出來 其實 它就像你的手腳 或它就像你的畫布一樣 你把你腦袋的東西 去使作出來 其實某方面 就是在發明 Create的一些 就是物體的 所以它已經做了一個 概念 Created Coding 那所以就很多特定 藝術家或設計師 就非常的瘋狂 就是有很多類似的一些 圖像 Processing 然後 Pure Data 這種類似給藝術家 使用的一些 language 都相繼得出 所以 所以就是 讓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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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 整個技術門檻 拉低了 所以就每個人 其實都可以很輕易的 使用這些 tool 然後去 實現你腦工的想法 那 Open Framework的想像是什麼 它其實是 結合 就是有很 結合這三個 就是 硬體的結合 然後 Media的結合跟 Communication 這三個有很強的 Support 那 它其實跟 Arduino 像另外一個選擇 有在 我們希望我們 就要跟它實在演講 其實它在硬體的Arduino 的Support上面 非常強 你可以就是透過它的 透過它的 然後去跟 硬體做普通 然後它在Media 的Support上面 也非常強 它在ODL 就影音上面 然後畫圖上面 它都可以用很簡單的 指令 去畫出你想要畫的工具 然後另外一顆 它在 就是傳輸溝通上面 也有 就是 很即時的一個 支援 例如就是 如果有人想要在 在這個現場做一個 Live的 就是 Live的DJ表演的話 其實用Open Framework 是一個很適當的工具 它其實是可以透過一個 OAC的Portacle 去即時的傳送到我們 可以開禮拜層面 然後去做 影音的混搭 或者是特效的使用 所以它在這三者方面 有很強的Support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剛好是有需要用到這三類的東西 讓我們還滿建議 就是大家可以使用這樣的規模 然後另外一個很強的Support 它其實是跨文來的 它這個 TruorKit 它其實 是在Mac上 然後它可以寫Mac的 Application 然後iPhone上的Application Windows Linor等 全部就是用 同樣相似的語法 就可以把同分扣的去 實作在 也不是同分扣 是類似的協法 可以同時就突破在 在不同的平台上面 因為它是以期待到的 類似的 算是 API Tru 就對了 它把一堆的 就是複雜的一些 就是語法 去包裝成類似 一個一個的 Function 然後可以讓你很輕易的 扣一個Function 就畫出你想要的東西 或者扣一個Function 就可以去做 Audio的Input 那它當然也有些 有點人缺點 那優點就我剛剛一直強調 它是很容易使用的 因為它提供了 非常好的 簡單的Function 那第二個 就是它的Open Source 它 第一是免費 第二是它要把所有的Code 全部都Open出來 你可以去任意的去 假設你使用它 覺得非常的 就是不防 如果你想要的功能它沒有用 其實是可以直接動手 就去修改它的API 然後去貢獻你說 就是想要實作的一些功能 所以它所有東西都Open出來 然後可以 你就輕輕做的 看到它的原始 那你想要做什麼 就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 非常令人興奮的一件事情 那再來它對於 就是互動的部分 其實有很高的省口 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影音上面的 就是Input Output 就是跟硬體上面的結合 然後當然它有一些 就是不好的地方 因為我在使用上 也遇到一些困難 但其實最大困難是 這個Frameware就 蠻多BUG 但是這也是為什麼我想 要來這裡分享 因為在CodeCop 有很多就是很厲害的開發者 那我來這裡的問題 其實就是想要把這個 Frameware介紹給大家 那大家使用了以後 可以幫忙一辦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概念非常的好 那是因為就是 關注這個Frameware的人 其實是一些特技術的人 他們可能 而且是非常少數的人 那他們的就是 所以他們就是 update更新的速度 其實沒有很快速 所以我覺得 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所以也是 我來這裡的另外一個目的 對 所以是想要吸引大家 就是關注這個 tool 對 他有支援 就是他的 一開始所建立的時候 他把這些 就是C-Dial library 加到 就是放到Basic library 然後就是 我剛剛說的 一直強調他對於 Graph code 影音上面的 support 非常強 看他VD上面的 support 那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的 structure 是長這樣子 一開始他的 Name function 就是主要的程式 在這 然後你會 他有一個 Handle檔 然後一個 就是主要的程式 那你主要的程式 其實都是寫在這個檔道裡頭 那他有提供了一些 很多類似 就是 就是 蠻基本的 大家都可能會想要使用的一些 算是 例子 然後讓你 突然想要做一個 就是 有名音輸入的 你就可以看看 他的 大概在那裡頭 是有哪些 是神後的 如果我想要用 影片的部分 然後我就可能會 扣這個 在那裡 然後如果我想要做一些 就是 一名舉 然後等等就會扣這邊的 對 還有聲音的部分 OK OK 那看一下 如果下載的 這個 Firm 他其實架構長這樣的 他的資料夾上面 其實會有三個 我這邊有 有列項 他有三個資料夾 然後他有 X 跟 就是 算不外貨 然後還有 那個 Gliver 然後所以 如果 就是 他有支援一些 就是帶他寫的 就是別人 貢獻出來的一些 就是外貨 然後讓 大家可以就是 利用別人寫的外貨 然後去 去附加在自己的 層次裡頭 或是你有興趣放他們 寫外貨的話 也是可以放在這個資料夾裡 然後 他有提供 就是很基本 Lasic 的 就是 一些 發力層次 然後可以讓你看一下 怎麼樣去使用他的API 然後 對 就是他的基本價格 就是這樣 然後可以看一下 然後我 screenshot 我的 就是 可以看一下 這邊是 他的外貨 有這麼多資源的外貨層次 然後 Library 就是我剛剛說的 有一些 Image的Library 然後Graph的Library 然後 這邊是他手提 都是一些 就是發力層次 但每個發力層次都可以 其實 可以就是 下載的時候 可以大家都玩一玩 所以我發現其實是非常的 就是 驚豔的 那我剛剛其實介紹的 都是整個 Open Framework 架構 沒有特地針對 是哪一個 platform 那 因為我 我最近晚上都是在 iPhone上的 平台的開發 所以我這邊做了 一個對 他其實 最近大概 兩三個禮拜前 有 Announce Android 版本 大家如果 有在閒隊的話 可以去試試 那我沒有辦法給任何經驗 因為我沒有Android 所以我沒有使用過 所以 那我 我 最近都在玩 就是iPhone 那我這邊給的 我表示 就是在 就是 PC的 desktop上面 就是 桌上行的application 跟 就是mobile application 一個對應 就對了 那我剛剛說的 主程式是 man.cpp 那你在iPhone上 如果要用C再加 寫iPhone程式的話 你其實就是 不然你要寫的 點.m.m. 那 這裡一樣 都互相對應 那 你的主要層次 是會寫在這個層次裡頭 那你的一切宣告 會放在黑的 會寫在這裡 那我們 等一下 接下來看一下 他的層次碼長怎樣 然後 他其中的最主要是 有參與三個 就是 三個 三個檔案 那他三個檔案 是包成這樣 這是他的 黑的檔 你可以看到 他第一個 就是 Seda跟Update 做音這三個方權 就是三個很重要的方權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touch的影片 就是你如果在iPhone上 就是按下去 然後或者是移動 或者是double click 或tancel掉 他其實就是 扣在這個方權斜 你想要做的行為 就可以 就可以選擇它了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些 就是 Memory 如果有 warning 你可以做一些處理 還有就是option的部分 然後再來看 第二個檔案 就是 主要的整齒在寫的地方 那Seda的地方 其實就是 你會 你選一些初始值 在你這一個方權裡頭 那這一個地方 就是你可能 即時地要做一些 就是他這兩個方權 他其實是會一直入合的 就是他會 每一秒鐘有幾個frame 會更新 所以你如果想要在做rack的畫圖 是很動態的話 你會把畫圖的部分 寫在這裡 然後一些就是 變數啊 或者是一些 就是數值上面的 就是改變的話 會寫在這邊 那這整個程式 就可以讓你就是 看到一些 會動的桌影的一些 就是 或者是集體偵測的一些 那個狀態 那再來第三個 這也是同樣的 那個taste end的檔案 那這邊就是 我剛剛說的 就是touch的event 如果你想要按下去 有什麼樣的效果 你就寫在這邊 然後 這邊是一些 alarm engine 就是如果你 跳出一些 cobot的message的話 你會 就是你的focus 不是在你主螢幕上面 所以你就roost focus 所以你這邊可能 想要做一些處理 就可以做一些處理 對 好 那接下來 那要怎麼樣開始 那 我整理說 一個算是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有人可能下達了一個程式 可能會從頭開始去 就是 寫下 剛剛寫到三個檔案等等 但是可能會遇到一些 所以就是 來個人因擴傷你的問題 那 就是 我找了一些資料 發現這樣的步驟 其實是最簡單的 然後 可以讓你很快速的開始 一個新的open framework的發展 所以 因為它其實在它的 那個 download library 頭裡面 會提供我一個template 那叫empathy 的eventile 它是一個最乾淨的template 就是我剛剛 說不大家看 那幾個 就是範益層次 那最乾淨的層次都沒有 但是它以初始化料的方式 然後一些 就是 基本的一些初始值 那所以就把它 capit down的 loader裡頭 然後去改改名字 然後 然後 就可以build 跟run 然後就可以得到一個 就是 有你設好 最乾淨的一張底圖就對了 好 那 那 那 因為 我也在想說 那今天到底要秀 我秀給大家看什麼 所以 我就直接 就是 create 一個小小的app 然後 當作我使用open framework 的一個 就是 就是整個一個介紹 那 那我要開始做 那 我想 其實我這幾天 應該思考說 啊 我們 我剛剛變了這麼多 就是來 我開來提供 audio 什麼 video的 input 那我到底要做一個什麼樣的app呢 那我就在思考 那 因為我想要 介紹給大家 就是有這些功能 就是想要 audio的功能 就是 input 的功能 然後還有 還有 G-sensor的 input 然後還有 touch 的部分 然後我的 output 就想說 那 那 就是 介紹給大家 然後 聽說出app的一個性質 然後 所以我想要 那把他介紹好 那邊有的 output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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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一直在想說 欸 這樣子的東西 我到底可以做出什麼樣的application 那 可以讓大家 就是 知道這個 framework 的一些 好在哪裡 那 那 那 audio input 的部分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 把這樣的一個 就是 出實的 你想要在 你想要 input 的 channel 是 要幾個 channel 然後 是 sample 的那個 就是 一腦都有幾個 sample Sample 一些聲音的訊號 然後 他的 他的把握法 是要 latency 是要多少 那你就在這個 就是 SEDA 的那個 function 裡頭 把這個 出實的程式放進去 然後 然後 測一下他的 frame rate 然後 他就會知道說 我現在 audio 可以 就是接手進來了 那 我在那個 Test AppG 的程式裡頭 加上這個 function 這個 function 就是 可以讓你 即時的把 audio的東西 未聽完 未聽完 未聽完以後 你要做一些處理 就是 你把你收到的音訊 暫存到你的 就是 發握裡頭 然後 你等一下就可以做一些處理 所以 像這樣的簡單的程式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偵測音 就是你聲音的速度 還有音量的搭消 然後他的頻率等等之類的 那 再介紹一下 那個 G Sensor 部分 G Sensor 部分 就更簡單了 你只需要用這樣的一個指令 你就可以 找到 你手機上面的 G Sensor 資料 那還有 Touch Event 那就是 我剛剛一直說的 就是在這四個方向裡頭 去 你想要的一些 feedback 例如我可能 按一下螢幕 可能揮發出聲音 或者是 按特定的某一個區域 它可能 或者是拖拉的動作 或者是 swipe 的動作 你都可以透過這四個方向去模擬出來 然後去 給相對應的 feedback 那這邊的話 是touch screen 它是以 就是 左上角 這邊為00的基準 那你 直接touch了這個 input 然後用 sy 你就可以知道 它到底是touch在螢幕上的哪一個位置 所以 有這樣的一個資訊 其實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 只要這麼簡單的一個指令 你就可以知道 你現在使用者的新位到底是什麼 那在 output 的部分的話 也是相當的簡單 你只要去 有一個 sound player 然後把你想要的音訊檔給漏進來 然後測它的 volume 然後在你想要播放的時間點去播放 例如按一下做播放之類的 你就可以把你手機裡的音樂給播出來 那這邊是掛了一些 就是 在手機上面就是 呈現音密集 那也是非常簡單 你只要把音密集放進來 然後做 做在哪個位置上面 就ok了 所以其實 你只要認識的指令 你就可以找到你想要播放的時間 好 再來 就是 比較強化的地方 是在Graphic的部分 那 大家都知道 尤其iPhone happen 其實 iPhone有支援兩種方式 是做畫圖 那一種是用它原生的畫圖元件 就是 我記得好像是 UI 然後 第二個就是 你可以用 OpenGL 去畫圖 那 有這兩種形式 那 在OpenFirmware裡頭 它 是利用了 OpenGL去畫圖 那 因為在iPhone上面 它沒有 就是沒有 我們用 Denstack 裡面的 就是OpenGL的Live 它是用 Extended 的 OpenGL 所以我們其實是用 OpenGL ES 去畫 去畫 那它畫圖的方式也很簡單 那應該 如果有寫iPhone上的電話 畫一個圓 其實是還蠻複雜的 你必須 給那個context 然後把電畫出來 然後去畫那個圓 或者是畫一個多多片 其實是要先把電的那個 就是 類似成為 就是先全部的位給它 然後再把電畫起來 然後再去上色 一定 畫一個簡單的 它可能就要 四五行程 之後五六行程 但是在外觀中 不用 你只需要 這邊有它的那個 Docode 其實就是 如果我要畫一個 就 O-SERCLE 然後把 O-SERCLE的 Position的位置 就是指定給它 然後它的 半徑是要多少 然後我就可以畫出一個圓 然後我只要 色顏色的畫膠 在上面 包括我的壓力顏色是什麼 那我是要填滿的 還是不要填滿的 那這個層次 就是它內建的一個發明層 就是在Polygum example 然後它其實這邊有 Demo的很多 就是很特殊 很amazing的一些 Graph的畫法 那其實這每一個 每段巧層次 畫這樣的圖 其實大概不超過十行吧 十行 或者就是 就是很精簡的層次 就可以畫出這樣 非常多樣化的 配置曲線 還或者是Random的一些 就是 不規格的變化 那這邊是它的 就是可使用的 那個 Docode 然後 那 大家如果有新電話 可以去這個網站 去找它打開 這邊有很多很多 它可以使用的方式 那 因為我今天要Demo的小app 那 那我剛剛說 我想要介紹給大家的聲音 然後還有一些 影音上面的一些呈現 那我就在想說 這樣的東西 大家可以做什麼樣的app 那我的腦海裡就出現了 它是一個聲音的互動 又有趣的一個小遊戲 那所以我就 然後又想說 因為Postcard 吉祥物很可愛 是一隻很像Agreford的小動物 然後我就很喜歡 所以我就 引發了我的主軸 然後去發想了一個小小的app 把我剛剛所介紹的程式 都加在我的app裡頭 那這個app叫做Costle 它是一個interactive game 那這個app其實只花了我 大概不到一天的時間 然後就完成了 然後功能也還蠻簡單 但是效果還蠻好 效果是很好笑的 然後我也把它就是 直接Post 直接就是 裝到我的 就是實機的iPhone裡頭 整個落策也非常的順 那我只要介紹一下 開了功能有什麼 然後我等一下可能會 就是Live Game 但是因為 如果有人想要玩 我實機可以借我的iPhone去玩 然後我等一下Live Game 會用simulator來demo 那它主要有這四種status 一開始就是 初始值是一個 就是小小的app 而是一個就是angry 而是coast bird 那它會偵測我周到的聲音 那你周到聲音 如果是只有一點點的 一點點嘲雜 那它的點音會隨著你的聲音 然後把它用的大小 會隨著 就是大聲小聲 然後會有變化 那如果你到達了一個 比較高的 noise 的程度 就是你的音量非常大 到某個水口的話 那我的這隻鳥 它其實是會累加 它的 它會越來越生氣 因為你們太吵了 所以它就慢慢的 就是累加累加 社會就是 就是 就是 慢慢的變大 對不對 它其實就是慢慢 越來越生氣 然後大家生氣到了一定的程度 它的眼睛就會變綠色 然後就會生氣 那綠色的狀態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它生氣了 所以它需要發覺 所以你就按它 它就發出秘密的聲音 然後這就是我想要電話的小聲音 對 然後所以這個小聲音 它其實已經結合了 audio 的 input 然後還有 image 的捉音 然後還有 graphical 就是動態的去改變它的眼睛的大小 然後還有發出聲音 所以這樣的一個小小的程式 就是 就是 又不好玩 然後又可以 就是 就是 demo 給大家看 然後 那我想要demo 一下 還有時間嗎 剩兩分鐘 那 那我可以demo 一下 有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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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點搞笑 哈哈哈哈 嘻嘻嘻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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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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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嘻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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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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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哈囉 Gamphys 喂 哈囉 然後就可以無疑 然後就簡單的小app 然後它可以偵測造型 然後我自己有拿它在捷運上面玩 其實它很有趣 就是你會發現其實捷運的造型非常的大 然後你就看到捷運開始的時候 就有眼睛在那邊一直這樣子 一直變大變大 那我講話太大聲了 然後你就發現到了就是加速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noise大到它整個都很生氣 然後一直變綠色 你就會發現其實我們的噪音是無時無刻會存在 然後這個小app其實就可以幫助你登場 然後另外一個小小功能就是 你可以利用它練肺活量 好啦就這樣 有這樣講的 好 沒有啦 不是要喊喊喊喊喊先生 喊喊喊喊 欸不要停止鼓掌喔 不要停止鼓掌喔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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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囉 好 那沒關係 我們稍微 就我們緊接著就是下一場 那個喔 那我們再打聲鼓勵一次的歡迎 謝謝你們今天給我們再安排 謝謝大家